还是熟悉的套路让助理谎称工作问题见面 之后灌醉发生关系 儿童熟练的把事情归结为你情我愿 让你投案无门 前锋和曾经的无姓一人 似乎用了同一套手法 娱乐圈这样的老鼠屎 到底还有多少没被揪出来 昨天知乎评论区忽然崩了 有人表示某三线男星有大瓜出没 不久一张小异的女孩发文 讲述自己被拼拼向上主持人前锋侵犯的经历 并于晚间发布喝酒被拖进房间的监控视频 以及和上海警方的对话录音 小异曾在2018年12月中旬 参加了听听向上的开场舞录制 该期节目于2019年1月1日播出 据他所说 自己是传媒系毕业生 录制结束后 曾被工作人员教主加了前锋微信 邀约对前辈的敬仰 于是在之后进行了聊天 前锋曾多次邀约女孩吃饭 但女孩并未赴约 2019年2月14日情人节 被前锋以朋友聚餐的名义 将小异约出 同去的还有前锋的其他朋友 由于选择小异熟悉的餐馆 她并未多享 但平常度数很低的果酒 在那一天变得异常容易醉 等女孩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前锋熟练的表示 是女孩拉着她不让走 才发生的一切 女孩并不相信 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 保留现场证据 并对自己做了检查 证明自己确实遭到了侵犯 而后以东西丢失为由 调取前锋小区的监控 匆忙拍摄下来 前锋曾亲口承认强奸 并对小异下跪要求她撤销 但女方拒绝了 在当天笔录之后 小异称事情没有了下文 两年间自己都饱受折磨 甚至看到湖南台标 都要恶心 天天向上位和平凡翻车 前有田园出轨 后有高天贺主 此人考试作弊 还有很早之前的汪涵代言 也出现过问题 现在前锋又被报 涉嫌侵犯女性 湖南卫视签署的一人一得书 是从凡文那里批发的吗 而两年前就曾发生的案件 为何前锋如今 还能站在舞台上主持 面对上海警方 曾说证据不足不语立案 律师却表示 前锋的行为可以定为强奸 深夜 上海警方对于小异的疑问 迅速给出回应 说当初有七天的复议机会 小异并未申请 且对于不立案变为调解的结果 签字认同 如果小异对子不服可重新报案 或者申请立案监督 小异表示会在近几天 梳理好证据 重新报案 从小异放出的几段视频来看 前锋确实是在一个女孩 无意识的情况下 将其拖入电梯 随后一起进了家门 而根据随行的网约车司机的证词 小异在路上 一直处于意识不听行状态 并说我不要不要碰我等明确的拒绝性词汇 而在热心网友的帮助下 他们曾就餐的饭馆老板表示 餐馆里都是轻度数的果酒 根本不可能出现喝醉的情况 这与小异曾提出的 酒里可能被下药的疑问 有些不谋而合 而这些的手法是不是很熟悉 都美猪好像也曾提到过 类似经历 有不少网友觉得 都美猪出现的最大意义就在于 会让更多受到伤害而不敢发生的女孩们 勇敢的站出来 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也让那些躲在暗处的老鼠 不能再披着面具做人 有网友爆料揭发前锋的女孩小异 是王思聪公司的签约主播 小异曾在参与2019年1月1日 天天向上的录制 网友们根据节目中给出的公开信息 将某直播平台的同名社交账号 米兰大坏蛋八出 该账号在19年1月份 曾发布过灰色针织山自拍 与小异曾发给前锋的自拍照相同 而根据该平台的账号 有网友在新量微博找到了同名ID 并找到了同样的身份认证游戏主播 由于他隐藏了相关动态 大家能看到最近的 也只有21年3月份发布的 但依旧有蛛丝马迹可循 他在最近点赞了两条有关前锋事件的动态 且点赞时间 与小异发微博时间基本重合 而在次数中 他曾说自己从事电视演出工作 与游戏主播的身份也对上了 并且他在这个圈子名气不小 米兰大坏蛋所属熊猫直播 以性感著称 为此他还特地把游戏ID改为米兰S 而熊猫直播正是王思聪所属的产业 在他的微博中 也可以看到大量点赞王思聪的动态 但众所周知 2019年熊猫TV因为不正当竞争 被迫下架 随后破产 所以米兰就转战到了其他平台 但似乎效果不如从前 于是他渐渐减少了直播 有网友在他最新一期的直播里 发出来他现在所用的微信头像 与前锋的头像十分相似 而如今的米兰 更多以颜值主播为生 极少踏足游戏直播 而随着他身份的曝光 案件的细节也将会得到进一步展现 不论女孩身份如何 还是希望将坏人绳之以法